嫁给了一个整天讲道理的男人很不踏实,想离婚 在看这个女人的故事之前,我挺喜欢讲道理的男人 像枝佛里的圣藏柏,就是一个喜欢讲道理的人 为人刚正不阿,最正直 可看了这个女人的故事之后 我突然发现有些整天讲道理的人也挺可怕的 男人整天跟你讲道理,真的是不够爱意 我真的跟我老公过不下去了 我们结婚一年多了,从来不跟你谈爱不爱 就跟你讲道理,讲道理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养了一只宠物狗,我早上去遛狗,他晚上去遛狗 可女人都有难受的那几天,我就不想去,想让他去 然后他就是不去,给我讲道理,说本来说好的 你怎么能不讲理呢 我跟他说我肚子疼,他跟我说 那要是你有难受了就不去了 我又难受了就不去,但我还怎么执行我们之前说好的计划呀 既然我们制定了这个计划,我们就要一起好好执行 不管自己遇到什么事,都该自己去克服 这都不是最气人的,还有一次我们出去玩 我走累了,我想让他背我一下 我真的只是想要休息一下 结果他跟我讲道理,说越休息越累 再说让我背你,我难道不累吗 我跟他说不背我,我就不走了,走不动了 然后他就在那边说我不讲理 之后又是一大堆道理 就是我该怎么样,不该怎么样 我这样做是不讲理 他每次跟我讲道理,我心里就更清晰一件事 就是他不爱我,非常不爱我 那些道理比我重要太多了 整天给妻子讲道理的男人都很虚伪 整天给你讲道理的男人本来就不够爱你 不爱就不爱,他还特别虚伪 我老公每次讲道理我都觉得他特别虚伪 尤其是当着人的面 因为他的道理不是讲给自己的 而是讲给别人听的 我们出去吃饭越是人多 他越是爱给你讲道理 什么说话小声点 什么少说话 什么你该干什么,你不该干什么 什么吃饭的时候看手机不礼貌 真的没法忍 他自己在家吃饭的时候大声说话 骂脏子,饭凉了还在刷手机 到了外边不断地跟我讲这些大道理 真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脸不红 心不跳的 因为他整天给我讲道理 整天让我看他表里不一 我觉得跟他在一起特别不踏实 感觉他就不是个靠谱的人 但是他自我感觉良好 每次他跟我讲大道理的时候 我就想离婚 你说一个大男人 整天给自己妻子讲道理虚不虚伪 他什么样,难道我不知道吗 我感觉他就是不拿我当妻子对待的 感觉他就是那种 让别人活在他的道理里 他自己就很有成就感的那种人 婚礼里男人最低的情商是 整天给女人讲道理 男人讲道理的时候 女人要么在想分手 要么在想离婚 因为他需要的不是那些大道理 他需要的是我爱你 这个道理几乎所有男人都知道 但是他就是不去做 他不去给你个拥抱 也不说我爱你 他就是坚持给你讲道理 因为在他看来 他不能惯着你 他不能哄着你 你就需要是个讲道理的人 他在乎不是你的感受 而是他的道理 而是他自己 要么不够爱 要么情相低 如果他自己讲的道理 他都做不到 那么他还很虚伪 所以真心奉劝那些 坚持给妻子讲道理的男人 一家人就不要讲道理了 我们应该讲爱 而不是讲道理 因为爱和他 永远比道理重要 当然不是坚决地说 讲道理不对 不要去赶女人情绪的爆发点 因为真的越讲道理越糟糕 其实很多时候 道理他都懂 他只是想要你为他妥协的爱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谢谢